本年度国际足坛最大盛市2016欧洲杯开打在即 主办单位卫文恐怖袭击威胁 就先面对球迷闹事制造骚乱的暴力事故 法国和英国两派球迷星期四晚上在马赛 也就是英格兰对垒俄罗斯的赛场外 爆发肢体冲突 双方互相丢着椅子 火爆场面几度失控 两派人马互相挑衅引发群殴 警方介入调停 暴力过程持续半小时 不少人受伤 跌倒在地十分狼狈 直到镇报队到场镇压 才将场面控制下来 这场街头骚乱在凌晨十分平息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 双方球迷发生争执的具体原因 其实早在1998年 法国主办世界杯赛事时 法国和英国球迷也曾经爆发激烈冲突 对于本届欧洲杯比赛期间 对外肩负安保使命 提防恐袭 对内则致力维护地方治安的警方来说 所承受的压力还真的不是一般的重